西芋香料燒的食材有 西芋腹肉 洋葱 蒟蒻面 皮蛋 豬肉酥 調味料有 純正味醂 手工胡麻辣油 三杯醋 来 接下来我们准备这个 煎这个芭蕉 芭蕉其芋 黑草那边的 所以它那边的 因为它的潮流特别强 所以它的运动量比较大 油脂比较多 所以你看金公香醬 这个非常好吃 等一下都不需要加油 只要稍微煎一下就好 那你快煎了 来 介绍一下这个蒟蒻面 这也是我非常爱的 这个蒟蒻当然是日本进口 它的这个第一个 它可以煮热的也可以吃凉的 好 我最主要把皮蛋跟蛋 蛋白跟蛋黄分开的原因是 第一个它有口感 吃这个芭蕉其实你撕起来 口感会非常容易 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处色 去把它做一个 中和一下 把它平衡一下 对 没错 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的三杯醬 有酸了 再来呢 要有甜吗 没错 来 也是一点点的这一个 味淋 味淋 好 然后烙油要放多少 切气 不要放多 我们是提味而已 提一点点的味道 太多也受不了吧 太多 对 太多就失去那个 那个本身的那个意义了 对 好 来 这个 好 我的最爱 这个 它的部位是用猪的后腿肉 然后我们一点点的荆棘 然后那个荆棘 非常养生的一个东西